OK,首先我们认识什么是血管支架,我们的人体在摄入过多的胆固醇的时候,在血管内壁会形成一个组块,这个组块的话会导致血液的流通不畅,从而进一步的会引发一些心脚痛,严重的会导致猝死等等。 所以在这里的话,我们引入冠状动脉手术,该手术是在血管内植入一个血管支架,血管支架撑开之后的话,会把我们的血管给它并宽,从而会导致血液的正常流动。 但是该技术的话也存在着很多的弊端,就比如说它是通过外界手术植入体内的,我们的体内会对一些异物产生一些排异反应,所以说就导致着患者需要长期的服用一些药物。 然后的话,目前这个技术的前端是可以生产一些可降解的这样一些材料,就是在术后几个月之内,这个血管支架会溶解。 OK,第一步导致我们的模型,import。 选择part,选择我们的模型。 好,OK。 OK,这个警告我们不用管,因为它的特征比较复杂,系统会自动出一些警告。 我们不用管。 好,这个是我们的血管支架,现在我们要经历我们的气囊,就是气囊就是把它撑开嘛。 建立于气囊,我们把它命名为,气囊命名为B-A-L-F-O-N。 然后气囊我们用share来做,通过旋转完成。 好,我们拉一条线,定一下尺寸,这边到这边的距离是0.8,没有问题。 然后长度再给它定一下,长度再给它定一下。 长度给它一个8。 然后这个距离,给它重新设计一下,大约0.9。 好,大概就这样,完成。 我们开始旋转360度。 大概是这个样子,好,这是我们的血管支架,这是我们的气囊,气囊把它撑开。 然后再定义材料属性。 首先定义我们的支架的属性,STEMT,STEMT,好,我们定义它的弹性磨量。 我们单位是毫米,摩擦比是0.4,然后再定义它的塑性,plastic,这边是60Mbps,60Mbps,一边是0.4,OK,这边是0。 OK,然后再创建我们的气囊的一个材料属性比,那一个弹性磨量,它就是,波松比是0.3,好,完成,我们再创建section部分。 我们先创建支架的section,我们先创建支架的section。 STEMT。 的材料。 STEMT。 OK。 然后再创建我们的气囊的section。 选择。 选择那个share。 好,接着默认就可。 好,选择它的气囊的厚度比较薄,给它一个0.06毫米。 然后材料的话是我们的气囊。 OK。 好,最后一步就是赋予那个section。 先赋予我们的支架的。 然后赋予我们的气囊的。 好,这样就完成了。 第一步第二步完成了,然后装配到一起。 Assembly。 选择所有。 好。 我们要把它装配到一起的话。 所以说,这个东西要给它旋转,这个气囊要给它旋转90度。 才行。 选这个。 选择我们的。 OK。 然后选择我们的旋转轴,是绕着这个轴转90度。 好,我们再来一次。 这个。 转90度。 回摄。 OK。 我可以看一下。 正好在中间的位置。 然后长度方向的话,还要再调整一下。 还要translate一下。 选择这个。 我们朝上移动一点距离。 上面的距离是。 选择一个参考点吧,这个点。 然后朝上移动。 嗯,唱是Z的方向。 一点。 啊,一点大了。 我们重新,重新来。 一看怎么样。 一也大。 。 0.8。 还是。 0.4。 0.1差不多。 好,就0.1。 好。 我看一下。 没什么问题。 OK。 然后下一步的话,step。 设置。 这边的话我们用static。 这边点下名字吧。 好,时间是一秒。 打开大变形。 然后用这个。 然后这个的话也设置大一点吧。 摄负就做。 好,继续。 好,interaction部分。 我们要创建。 气囊的外壁跟血管支架内壁的这样一个。 连接方式。 所以,所以的话第一步我们先。 先进了一个set。 先进了一个service。 create。 这个是。 这个是。 outset。 选择outset。 好,这边的话会有个颜色区分。 然后brown是里面的。 然后紫色是外面的。 这边我们选外面。 选p。 OK。 然后还要再创建一个。 service。 是血管支架内壁的。 选择内壁的这个面。 好,选中即可。 好,这样完成。 然后我们就可以创建我们的接触了。 好,connect。 这里面设置tange。 我们用经典的发函数就行。 好,设置为0.2。 好,设置0.2。 设置完成。 然后再创建我们的direction。 好。 我们选择默认的service to surface。 continue。 好,这边选择我刚刚创建好的。 我们先选择这个outset。 作为master surface。 continue。 surface。 然后再选择我们的stand inside。 就是血管支架内壁的这样一个surface。 OK。 这样创建完成了。 然后这个默认即可。 OK。 好,这一步。 然后是我们的low的模块。 我们要首先我们要尽力我们的载荷方式。 我们的载荷方式的话是沿着气囊的镜像方向施加一个位移。 然后从而撑开这个血管支架。 所以说我们要建立一个圆柱最高系。 就是对镜像施加这种位移载荷。 所以这边的话我们要创建我们的这个。 单击。 点这个。 创建我们的远路的表系。 移名Cylinder。 Cylinder。 Continue。 我选择这个点就行。 找到一个点。 创建。 Create。 好。 可以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隐藏掉。 supress掉。 看一下它是对的。 就这个效果。 好。 然后我们再设置我们的位移。 我们设置是位移约束。 Continue。 设置的位移约束。 我们创建。 位移。 Displacement。 C1。 然后是我们的约束位置。 我们是我的。 呃。 设置的内表面。 我们转一个角度。 好。 选择我们的。 Surface。 Done。 我们。 位移的话设置是0.8。 0.8个毫米。 然后这边的话要设置一下我们的参考系。 用Cylinder。 OK。 这样就对了。 就是。 沿着镜像扩展。 0.8个毫米。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还要试试下它的加载频率。 设置Tabular。 这边是。 0.45秒。 给它一个峰值。 回车。 但是0.55秒。 也是一个峰值。 然后是1秒。 让它回缩到0.3%。 大概这样。 好。 然后把它载入。 好。 这样就完成。 好。 下面是网格划分模块。 我们先画布我们的气囊。 好。 0.8号码。 先看一下它的尺寸怎么样。 0.8太太奇数了。 要。 0.4。 Apply。 0.4是可。 0.2呢。 0.2吧。 然后试试它的划分控制。 这是record。 因为它的评论比较规则嘛。 好。 网格则可以比较高。 选择这样的设置。 好。 生成。 好。 同样。 对于我们的虚幻值价定划分。 先看一下。 嗯。 有点密。 不会可以。 我们把它设置的。 是大一点吧。 0.1。 0.1吧。 12。 然后。 同样。 这个也要给它设计一下。 画风控制。 TED。 因为它的形状不规则嘛。 给它控制一下。 然后。 等。 生成。 好。 这样的话就基本完成了。 设置。 哦。 还有一步。 我们要设置一个约束。 因为它不能就是没有任何约束。 它是会发生钢体运动。 所以说这边的话要给它额外的加一个约束点。 创建一个远程的约束点。 它坐标给它一个负三。 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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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好。 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个位置的话。 我们还要再创建一个。 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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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一起。 就是绑定在一起。 这样就实行这样一个约束的一个控制。 interaction。 我们的TIE。 我们的TIE的设置。 选择我们的node region。 好。 然后我们要约束的是这个点。 OK。 默认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还要对这个report1进行一个约束。 这个从开始就要有。 把它全部约束。 全部约束。 好。 这样就设置完成了。 我们就进入我们的分析模块。 好。 创建。 求解即可。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结果怎么样。 好的。 我们看一下结果。 点来完成。 好。 我们看一下结果。 我们动画展示一下。 这是应力的。 好。 扩张。 然后再开始回缩。 抽走。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塑形应变。 P1。 也是这样的过程。 我们局部展示一下。 我们发现在0.45秒左右。 达到最大。 可以看一下。 位置在这个节点处。 然后。 回说。 抽走。 大概就这个样子。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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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